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到的是房贷专家Alice老师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Alice老师跟我们分析 当我们做完了房地产的功课以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简单的房地产有哪些投资的方式 我自己喜欢用的第一个是定投 那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方案是 每隔四到五年进一栋房子 不管市场怎么样 只要我的钱ready我就开始进 这样的话其实中间 其实买完房子以后 有两三年自己喘息的时间也不错 同样呢 你如果可以遵守这个规定 我投资房地产20年了 那如果每隔四年买一栋房子的话 至少现在应该有四到五栋房子的话 现在面对经济危机 面对Layoff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因为自己也有一些 自己的资产房产的资产 还有呢租金的收入 第二个 很清晰的设定你买房子的一个目标和目的的地方 一个你设定的区域 像我的区域通常是我自己的周边 我熟悉的区域的大概开车20分钟的距离 我自己要买的房子 接下去的一个房价 大概我想我猜我自己接下去 如果要买的话 我会设定在120万左右 因为我希望贷款贷那个conforming的maximum大概是90几万 那付25%的首付 那第三个 懂得怎么样去做foreclosure的 那这些事我觉得是可以在房地产投资的一个晋升课程 了解一下在2008年09年一直到13年14年 其实我们买的房子大多数都是属于法拍屋 那这些法拍屋并不是在法院门口拍卖的 那法院门口拍卖的是可以简陋 但是我不建议初级刚刚开始学习房地产投资的人去购买 因为这个有很大的一个risk 你买到的房子你不清楚你背后这个房子后面欠多少贷款 这些贷款都是你要承担的 而且你去购买的时候是带着全现金cash check过去 所以其实是带了很大的一个risk去买那个foreclosure property的 当我们的房价低于我们贷款的时候你要卖掉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short sale short sale的时候呢要经过银行的审核就是银行要upload 比如说因为卖出去的价格银行是已经亏了比他的贷款还亏 那个时候通常来说这个你他会给你一个选择说你是不是继续要买这个房子还是他会lone listing agent 如果你不要的话lone listing agent重新上市 所以你可以很顺利的拿回你的定金而且呢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个通常是在法拍屋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的 然后后来呢就进到foreclosure那foreclosure我不鼓励大家做 再接下去就是这些房子在foreclosure的时候有些房子进到了foreclosure有的房子直接被银行收回 进入到了reobank owned房子那这些房子其实已经是银行已经收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银行也会做一些整修就跟正常的房地产销售很像 但如果你一旦看到reo这个迹象出现很多reo的房子出现的时候 通常来说这个房地产的跌势也进到了一个尾身 常常有朋友问我到外周或者你不熟悉的区域怎么样去投资房地产 因为大家都看到在旧金山的湾区的房子 好像有些贵普通的人要第一次去投资的话有一点点难 那我自己是在Boston有投资过那我想把自己整个投资的过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许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首先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其实在投资上我最偏好的 还是在自己居住的距离范围20分钟开车距离左右的地方购买房子 尽可能的买好一点的区域 然后一点点如果经济能力不够相对的降下来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strategy 那购买外周的房子通常是我自己有亲戚朋友或者有好朋友在那边 那我去买的话临时有状况他们可能可以帮助到我 或者是像我的孩子到外周去读书 那我顺便就在那个地方去买房子 我通常是因为有人在那边可以handle我才去买 不然的话如果一个地方你完全是不熟悉的也没有朋友的话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做 那第二个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这也是一个 买房子的一个功课 就是 每次旅游的时候顺路 去跟一些 经济约约在当地的经济其实网上可以找到他们的资讯 你可以去联系他们跟他们约约喝一杯咖啡 或者一起去看一些openhouse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了解那边的一个社区和周边的环境 对当地的环境会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因为我们买外周的房子 不可能 一直跑来跑去 飞来飞去去看 所以我自己 买Boston的房子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我自己有到当地的一个地产经纪公司 有跟他们聊一下 看看当地的 房子 然后也了解一下当地的rental market 然后 当我确定我要开始买当地的房子的时候呢 我同样也是会用通过电话和视频 跟一些贷款 和房地产的经济去聊一聊 我同样也是需要跟贷款经济聊 而且我发现其实 有些贷款经济可能 他们 并不知道说其实在美国 总的贷款的guide line是很类似的 所以我会比较几家银行决定 我用哪一家贷款公司贷款买房 那房地产经济的话 我们除了聊 跟经济 他会提供我怎么样的一个service 然后也会聊到说 他可不可以帮我临时的整修一下房子 如果有问题的话 同样还会聊到commission方面的东西 就是佣金 那 最主要我是比较 看重的是一个经济跟我的沟通 和service 那我自己在Boston我去的时候 其实我约了几个经济有的经济 连带房子看 带你看房子都不愿意 所以这些经济可能就很快的成为 成为在我的淘汰名单里 那有一位经济就是 我还没去他就一直在说你来呀来呀 如果来的话我就带你去看房子 而且这位经济带我去看过 那个 Boston海边的一些房子 最后我买房子的时候 也是通过他 那我自己也是做过一些research 我了解当地的一些治安 因为我要买的是condo 那我很清楚说 我的condo是离我女儿学校大概走路 十几分钟左右的距离 因为那边是东部常常是有 气候没有我们这边的好 所以下雪天可能很多交通会不方便 那我会选择第一个治安还不错 所以呢我围绕他的学校也做了一个治安的调查 那这些都是在网站上可以搜索这边的 Crime rate 还有呢就是next door 去了解他们neighborhood有什么 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那同样呢 在这一个大片的 Boston整个区域 哪些区域是治安比较差的 哪些区域是治安比较好的 我都非常的清楚 甚至condo我也问了 我们的那个经济一个问题 就是 在美国其实我们很少在乎那个方向朝向 但在Boston跟国内一样很多人会喜欢 朝南的房子 阳光会比较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在东部有很多的房子 一楼是在地底下的 那一旦 我们也知道东部有很多 下雨有很多的水 一旦遇到水灾或者大量的雨 雨气的话 其实这些房子很容易 被渗水 所以呢我们尽量避免一楼的房子 尽量就选二楼三楼的 那同样我也知道在城市里 我们 还是比较在乎孩子所生活的环境 所以我在选房子的时候 我选的condo是有24小时的保安 所以一般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condo的 那这些 因素全部混合在一起 而且 我自己这个picture已经画得很清晰了 我有非常清晰的 就是我要买哪一个房子 我要买哪一个地点的房子 我的价位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买房子 然后我用哪一个经济 我的房子的朝向 我的房子大概 不会在一楼 那这些 合在一起 其实当初我看房子的时候 在那一片我大概只有一栋可以挑选 那我很清楚说 就这一栋房子我也没得选 所以呢赶紧下over把它抢下来 做外桌的投资房 或者是这里的房子 跟经济常常保持联系 你的周围的朋友是经济 其实 可以给你很多投资的资讯 和理财的资讯 可以帮助到你投资的成功 其实像我们做房地产投资 我最多的朋友都是房地产的 经济 因为大家常常一起 聊 Business 聊我们的交易 聊我们的投资 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 那如果 也有人问我们说 我有没有必要去考一个地产执照 那在美国是 每个州的地产执照 你只能做这个州的Business 虽然基础的知识是很类似的 那 作为房产的投资者 没有 规定 一定要去考房地产的 经济执照 但是这个经济的执照 如果你考完的话 加入了Board 其实对你来说 你可以 接受到很多很多的培训 这些培训 对你的房产投资 是有作用的 第二个就是 你生活在一个 周围都是经济 的圈子里 那生活在这个销售圈 大家都会 把那个 市场的信息告诉你 你可以感受到 什么时候 是一个 很好的 路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市场的氛围 这市场是冷还是乐 是一个可以进场的时机 还是 现在房子很便宜 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像我自己的 第2个 投资房 是我给我公共婆婆买的 一个小小的 Condo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在讲 最近的 大家的生意好像都很差 而且房价好像非常的便宜 有些房子已经跌到了 原来的 大概30%左右 结果我一看 真的有这样一个房子 在 而且是 我的选择是离自己家可以 有走到的距离 然后可以走到图书馆 走到公园 而且很容易去买菜 走到超市 结果真的有这样一个 大概只有12万的房子 那现在这个房子 这个是在10年前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涨到了 30几万 所以呢 你如果在这个经济圈 经济的 都是你的周围有很多经济的朋友 大家互通消息的话 就你对市场也是非常的了解 同样 你需要有一些维修的技能 不管你是要做长期的投资 还是短期的投资 在这里人工很贵的 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 刷油漆 换那个门的锁 还有门的踢脚线 还有包括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一些 简单的换灯 这些是最 basic的一些技能 我们都 需要去掌握一些 那进一步你可以不断的掌握一些 新的 房子的装修的一些技能 认识一些 房子装修的朋友 因为你身边可能 需要几个 handyman或者contract 零食 租客有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去马上去找人去维修 那我觉得还有政府的法规 这些都是需要去了解的 所以做好了 房产 投资的功课 那有的人可能也要花到 三个月到六个月甚至两三年以上 然后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是 一个很好的入场时机了 甚至可能 在明年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后年 我觉得 如果你准备好的话 机会就在你的眼里 哇 听完Alice老师的房屋市场新资讯 我决定我要跟着他走 那我就赶快跟着你财富美就对啦 没问题的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我要才发现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别忘了订阅 分享 按赞 记得小铃铛给他咬起来咯 我 你 感谢观看